我们一同来读 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守生者 把耶稣跟受造之物放在一起 而且说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守生者 所以是很明显 就是这个不对的说法 你去看看NIV的翻译 是first born over 不是把这个时候前后 所以我们和尔本呢 假如他只读和尔本呢 的确也可能影响到他 有这个偏差的思想 把那个时间 先那个 你看我们和尔本翻译 其实也不是太完善的 我们看一下和尔本 一章十五节 在一切被造之物什么 以先 这个以先呢 很容易产生这种的想法 这个就是男就男在这 对了 所以这个先字呢 在原文呢 其实应该可以翻作 over 不是before 因为你把before 就把时间放进去了 耶稣就变成是在时间空间里面的 受造之物的守生者 他是永恒才对的 所以跟受造之物 跟时间 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和尔本这里翻 也翻得不好 信仪本有没有改了这个错误 看看信仪本怎么翻 翻什么 信仪本 你这个好像是信仪本对不对 一张 不是 有没有信仪本 至上 你这个错误到后面 可能是信仪本 对 就是结结圣经 你出来的问题 查了好大的问题 结结圣经 好大的问题 就把这个亚流派 全部翻译 对 亚流派的错误 结结圣经 很厉害 所以汪浩德知道这个背景 太严重了 所以在美国 也是在1984年 闹了一个大官司 就是为了 这个异端的问题 好 好 我们就跳过去 好 回到我们的讲义 不但当我们不要妙讲 妙解神的话 也不要加添神的话 我们翻到启示录22章18节 神的话 没有说的不能加添 神的话有说的 也不能减少 启示录22章18节 一同来 我向 一切听见解书上 预言的作见证 有人在解 预言上 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债货 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能删去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 所写的生命书和圣证 删去他的份 所以 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 我们有何等的 占经 神的话不能加添 也不能减少 比如说一个例子 我们看这个 十二行传 第一章第五节 十二行传 这也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正义 我们一同来读第五节 圣徒都聚集在一处 不远的风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照圣灵所示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第一章第五节 耶稣应许受圣灵的喜 不多几日 结果真的 到了五旬节 他们经历到了 但是圣灵的喜 究竟包括些什么呢 五旬节的教会 就坚持 你要追求圣灵的喜 圣灵的喜 一定要想放眼 而且这个是证据 the evidence of being baptized in the Holy Spirit 就是因为 你看第二章 他们讲方言啊 前面讲圣灵的喜 第二章提到方言啊 所以圣灵的喜等于方言 所以你也是很聪明 但是他们就是用 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推论 对不对 到今天神招会 五旬节中的教会 所谓灵恩第一章的教会 到今天 他们还是圣灵的喜 一定要加个方言 所以还记得我们讲 圣灵神学的时候 说 第一章的灵恩运动 叫什么运动啊 方言运动 你没有讲方言 就是没有受灵喜 你要追求灵喜 一定要讲方言 摇住把你摇住放眼 没有放眼就表示 你没有受灵喜 对了 所以你发现 就为了这个问题 参道会的专门人 A.B. Simpson 认识这个人吗 参信 他是参道会的专门人 他原来也是跟这些 五旬节中的人在一起的 但是 当这些五旬节中的人 坚持说 领受灵喜 一定要讲方言 他就 去思想 而且发了 一个月时间尽时祷告 从旧约 读到新约 要去查考 圣灵的喜 是否一定要讲方言 结果他 他说 在圣经里面 找不到clear evidence 所以他就跟五旬节中节 这些第五姊妹呢 做分开 因为你教导这个东西 圣经没有的是你们 加添进去的 所以为什么 算道会 做 跟五旬节运动 做分开 分开到一个地步 后来也产生 算道会的分裂 因为里面本来 有些人已经追求了 结果因为分开 他当时讲一句话 我不鼓励 也不禁止 意思就是说 你们最好不要 不要去追求这个了 方言 结果一分开 宣道会的教会 又产生另外一个极端了 就越来越退后 越来越 不碰这个圣灵的禁 跟方言 圣灵恩赐的事情 虽然算道会 A.B. Simpson 他们算道会的一个标记 就是圣灵的格子 跟耶稣的医治 那个油 而是指导医治 但是 之后的算道会 越来越保守 保守到 基本上呢 是非常反对 这个无群邪运动 就是因为这个背景 但是呢 假里去查考 A.B. Simpson晚年 他讲的话 他说 他有点后悔 因为他看到 参道会的光景 弟兄姊妹的光景 那个传福音的否认 没有了 所以他说 虽然 我的解释 可能是断裂 但是恐怕 我失去了 那个福音的浪潮 I miss the revival 那个圣灵的 那个恩高教官 他们不讲 不参与 就是因为被方言绊倒 第一个经济 很多人去到教会 真的就是 被方言绊倒 我这次去到东北 有一对很爱主的弟兄姊妹 他说 我第一次去教会 第一次去那个家庭聚会 他们所有人都讲方言 把我吓到 这个是什么异教 什么这个 这么 滴滴答案的讲方言 把他们吓到就跑了 从此不敢去教会了 方言是个很 很正义性的东西 但是保罗也在约 过零多前十四章见证 我说方言 比众人都多 就是看你怎么去解释这个方言 方言造就自己 数据个人的奥秘 是非常宝贵的 但是不能公开地去practice 我也是提醒在东北的教会 方言 特别在你们祷告会当中 可以有短短的方言 但是方言跟物性祷告 一定要平衡 不能太长时间的方言 倒是乱了 大家都不知道 自己讲自己的方言 都搞不清楚 可以有物性的祷告 是主流背后有方言的蹭脱 那节点呢 我们神宣的祷告会还没做到 家里有方言的恩典 要用 我们一个毕业生 嘉然弟兄 有次参加我们祷告会 毛弟兄那次有没有在 哇 他被圣灵一教灌 在我们的祷告会当中就讲方言 讲不停了 他说那天他讲了一天的方言 停不下来 整个生命就被改变 哇 读一经就有亮光 所以 这就是 所谓家庭的问题 因为的确 当我们查考十字行传 最简单一个例子 比如说 究竟圣灵教官 圣灵充满 是否一定要讲方言呢 很明显 这个就在第四章就好了 第四章三十一节 一章来读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什么 圣灵充满 什么 放胆讲论神的道 不是讲方言 讲论神的道 又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浇灌 而且当你好好读 《光临多全书》十二章十三节 保罗怎么定义圣灵的进 圣灵的喜 翻一下 《光临多全书》十二章十三节 我们要以经解经 不要随便 看到一些现象 我们就加添说 灵喜就是要等于方言 怎么说 一同来读 圣灵的喜 也叫圣灵的敬 关乎什么 身体的 产生 当你信了耶稣 圣灵 内住在你里面 同时圣灵把你连接到 这个奥秘 基督的身体的里面 还记得 我们上次讲到 与基督联合吗 in Christ 你怎么真实地 能够in Christ 跟基督联结呢 与基督联合了 成为基督奥秘 身体的一部分 这个肢体 所以头的荣耀 耶稣基督的意 可以算在肢体的身上 所以你才得救 不然怎么算啊 你跟耶稣没有关系 对不对 美国的法律很可爱的 夫妻结婚 所有的财产是共有的 离婚就一人一半 就是因为有这个合一的关系 丈夫的千万成为你的千万 妻子的百万成为你的百万 耶稣基督一切的公义圣洁 归算到肢体 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所以这个归算是真实的 就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 怎么联合 圣灵的什么 喜 所以五旬节最荣耀的事情 是教会身体的诞生 教会的诞生 is the first birthday of the church 所以纪念五旬节 不是在纪念讲方言 是纪念这个荣耀教会的身体 在地上终于产生了 所以在建一个荣耀的birthday party 神撕下很多的celebration的sign 就好像我们要预备这个生日 这里贴个材质 这里放个音乐 这里打个灯光 神也是很有这种艺术的 有没有灯光 舌头的火焰 有没有音乐 大的响声 看到吗 还有大风吹 在那边开风扇 对不对 然后还能让他们圣灵充满 说方言 明显的 人的记号 天上的记号 来纪念这样一个荣耀的 教会的诞生 所以你不能把这些记号 对等为圣灵的喜 否则 在台湾就有一个叫灵风派 他说 你们说得着圣灵充满 你们都是假的 我的才是真的 因为我圣灵充满的时候 有灵风吹来 所以追求圣灵充满 要追求灵风 没有灵风吹 感觉到这个风呢 你不叫做圣灵充满 还有一个灵风派 还有一个灵火派 假如你要经历圣灵充满 没有看到这个火焰的异象呢 舌头的火焰在你头上呢 不像圣灵充满 还有这个响声派 假如圣灵充满 没有听到大响声呢 不算 没有讲方言 也不算 你看到那个 荒谬的地方了吗 看到吗 所以你不能高举一个现象 做对等 是圣灵的血 所以解释加添 把这些叫做 Olemental的东西呢 变成是基要的东西 Olemental就是一个装饰的东西 所以 不能加添 但是呢 也不能减少 一般的福音派 他们怎么读过 那些全是十二章的 我们来看看 他们读少了很多东西的 很可怜的 很可怜的 《怪典多前书》十二章刚才翻了 从第四节到十一节 九大恩赐在这里 看到吗 有什么恩赐 读一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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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 这九大恩赐 一切都是圣灵运行的 会分给我们的 但是很多的教会 读这段经文 都删掉一些东西的 一定会删掉什么 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什么 异病的恩赐 没有异能的恩赐 没有方言的恩赐 更没有万方言 所以九大恩赐当中 最少有四个三角 然后智慧言语 只是指到讲道 知识言语指到圣经 你对圣经的知识很懂 不是指到超自然的 知识的言语 把人心里的光景隐秘讲出来 智慧言语不是像耶稣说 叫彼得去钓鱼 钓到第一条鱼 把鱼口打开 你就拿到英文前 不是指到这一种的智慧言语 告诉你章来应该怎么做 只是很有智慧的来讲道 来木会 来说话 所以这个是叫什么 删掉了 删掉了什么话 就是因为教会的传统 福音派的教会 说圣灵恩赐停止论 所以没有了 甚至当他们读到 马可福音十六章后面 信的人都能够说什么 信放言 这句话他们也删掉了 不讲了 真的信耶稣的人 会说信放言吗 圣经是这样说 你真的信吗 这个是以前的事 现在没有了 所以他们删掉了 不讲了 一般的教会 不会想信 他们说这个是以前有 现在没有了 只是在五旬 福音派的他们说 其实是以前的事 圣灵恩赐也是以前的事 是使徒的事 是使徒的凭据 或者使徒都不能有一种恩赐 就把它限制在 某一些人跟时代里面 上一条 很多人都是 靠着人的努力 去做到的这个体验 但是靠着人做不了的东西 就是这个体验 他们比如说 有一个教育的名誉 所以基本上他们把这些叫做 ordinary gift 先是讲道 是一般性的恩赐 是有的 智慧的言语 ordinary gift 是一般性的恩赐 他把这些定义 一般性的恩赐 超自然的 extraordinary 异能 异病 方言 他说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这些 三简的 整个话 另外 要按正义 分解这里的道 什么叫按正义呢 基本上就是 从我们这个资料的 下面的六点 要按字义 按上下文 还有呢 看看我们的讲义 按历史背景 而且要以经解经 按启示建计 然后按照这个 基要正理 这个正统的教义 圣经 包括这个 系统的神学 假如你这个解经 是违反了 系统神学的三维一体 那你就知道 可能有问题了 那我们这里 有一个power point 我就先挑了 最后一点 这些解经 要配合 这些 历代 初代教会的 这些圣经 我们都会背了 史书圣经 你的解经 这个不能违反 这个史书圣经 你不能说 耶稣没有复活 你看丁光迅 就写了一篇文章 说 耶稣没有复活 对了 他就说 只是人的依上情愿 因为有冬天 也有春天 万物复活更新了 其实人那个 自然界的 一个自己的想法 就投射到 耶稣的身上 其实耶稣没复活 他在天风杂志里面 清清楚楚 我看了这篇文章 说没有复活 这很明显就违反了什么 史书圣经 所以你不要小看 这个史书圣经 你以为这个是理所当然 很多人不信 史书圣经的 所以感谢神 我们中国教会 有个优点 聚会里面 一定背诵 史书圣经 对不对 你们都有背吗 这个很重要的 史书圣经 除了史书圣经 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圣经 包括这个 多德圣经 这个是改革众的教会 在荷兰 在1618年 众教会 开会所已定的 那里面有些 很重要的贡献 比如说 它里面的第五项 我们一种读 第五项的第六题 一种来读 他也没有完全收回圣灵 算是儿子身份之恩 第七条 因为首先在这些 做了 他在两个年 把我扶持 不如所怀 同身的母子 又是败坏 我完全的上司 在这 用他的道 为同志 他真正的 神肯为罪诱上 所以他们 能够同胞 之却 以后 跟他道歉 可以在今 和好 不同的劝爱 现在信心 赞美他的联理 并同志以后 才能够 所以这就是 在这个 《价尔文改革宗神学》的 道统里面 一个重要的教导 就是 圣徒的坚守 也被解释成为 得救的确据 或者说 一直得救 永远得救 通常这句话 我们比较少用 因为这句话 常经在中国教会 闹着很大的风波 有人就把这个 重要的教义 教导 引到中国教会 就说 我们一直得救 永远得救 犯罪 也会得救 这个推论 是错的 不是这样推论的 因为你这样推论 就好像鼓励人犯罪 所以当时很多的教会说 这个是鼓励人犯罪的教导 禁止 这样一批赞虫 一批禁止 教会分裂 所以做成我们中国 特别叫河南的教会 很不好的印象 但这个真理跟教义 本来是合乎圣经的 是对的 但是带进去的人 用那个负面的角度 犯罪也得救 不是这样的教导 来是 因着神的拣选 神的保守 我们更感恩 更谦卑 更有得救的平安 更确具 就算偶然被过完所剩 我知道神不会弃绝我 我还是可以勇敢地 回到神的面前 能够悔改 能够重新地更新 是讲到这个 回到神面前的这个信心 虽然大卫杀人 剑影 但是神还是没有拒绝他 还是希望他悔改 他有个拿单先知 跟他讲故事 神主动的 假如他 那么严重的罪 已经失落了 已经不是神的子民了 神都不管他了 愿是浪子 父亲还是盼盲 他怎么 回头 永远是天父的儿女 所以是要从正面的角度 甚至你看看 他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在他里面保守那 不能朽坏 重生种子不治败坏 你知道这句话从哪里来的 从约翰一书第三章 看到吗 第三章 第九节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 原文是什么 种 是指到那个重生生命的种子 生命的种子存在他里面 他也不能犯罪 记住这里讲到 不犯罪 不能犯罪 原文是指到 不继续犯罪 否则你就讲不通了 很多人得救了 还是有犯罪的这种的经历 偶然被过犯所生 或者说一些老习惯 老我 要花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对付 原文是不继续犯罪 新一本有没有把这个意思翻出来 哎呀 翻得不好 因为这个别人一读着 觉得不make sense 你得救重生了 就不犯罪吗 还是常常 会跌倒的机会啊 原文是不继续犯罪 因为与你的生命不合 而且圣灵会光照你 责备你 让你能够可以悔改的 不会继续犯罪的 多的的信条 再看看多的的信条 有些地方很精彩的 我们再看看下一个 有类似的 哪本翻了 哪本翻了 NIV就会翻得好了 NIV 它英文用什么叫 continuously 对 Go on Go on 翻得好 对 我们 所以求神 按照我们中国教会 我们信息本还是不够完整 包括我们中国教会 有自己的翻译委员 重新来翻 把一些韩式缺漏的地方 把它调过来 因为这些一读就会产生误会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条 Vestimus Confession 1647年 两百多个传道人 用了好几年时间 住在西米市的教堂 昼夜在那边祷告 就是讨论 写下我们在教会历史上 最完整的一个信条 也是用最长时间的 差不多用了四年多的时间 才完成这个 有些人甚至进去的时候 还是活着的 到完成的时候已经死掉了 就是他们常常为一个字 就进尸祷告 一两天 应该怎么写 都是最严谨的那个信条 所以要鼓励我们弟兄姊妹 有机会上这个China Christian Books 这个website 去读一下这个西米市的信条 非常的完整 从这个 第一章论圣经 第二章论三维一体 第三章论神永恒的定义 那么 讲到神的创造 神与人立约 自由意志 我们只看其中的一两点 论神的预定 这个是 放错地方 这个还是在那个多德的 这个多德的 我放错一句 这是多德圣经 我们没有时间读这个了 我们来看 这是Westminster的 第七章 论语 神与人立约 我们一种来 神 被在他里面 应许给他的后裔 在福音时代 在福音时代 神与人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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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在不同的时代 只是一个相同的约 所以第六点是提到旧约跟新约的相同性 跟不同性 相同的是什么 都是属于什么 恩典之约 不是说旧约是靠律法得救 新约靠恩典得救 然后在他的第二点就把亚当的工作制约也说明了 这里就看到西米斯的信条 这个清教徒的信条 基本上是以这个盟约神学做中横的 然后在第九章我们再读 这个论之有益之 人是怎么可以得救的呢 好 一同来 所以一个人如何能够悔改信主呢 完全不在乎你个人的天然人的能力 去改变自己 回转 归向神 在这里特别提到人是死在国外主要里面 我们属肉体的不明白神属灵的事情 那人是怎么得救呢 是需要神自己在他里面来动工的 特别在第一句 已经完全丧失什么 一切行任何官府得救熟灵善事的意志力 所以这就是讲到神的这个拣选的问题 是神按照他拣选在人的心里面先动工 若不是圣灵感动 没有一个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 所以这是西米斯的心条 所以鼓励大家回去看一下 那么除了写几个心条 比如说离西亚圣经 官府这个耶稣的神性 也是要是我们所坚守的 这个加克敦的圣经 这个基督论 神性人性的配合 所以我们在教育历史里面 你们去查考一下七大教会的会议 所通过的都非常重要的 那么进行会的信条 London Baptist Confession 基本上他们的这个进行会的信条 就是类似这个西米斯的信条的 那这些都是比较是 17世纪西米斯信条 近代有一个重要的信条 就是在二十世纪初 1910年到15年 出版了一系列的书 叫做Fundamentals 我们上网去查一下Fundamentals 就是基督信仰 为什么出这系列的书呢 就是因为二十世纪初 新派神学 差不多把整个美国三分一的教会 淹没了 被整个新派 神学院所有传军覆没 当初最好的神学院 包括协和神学院 Union Seminary 包括哈佛 耶鲁神学院 普林斯顿神学院 所有有名的神学院 都被整个新派 所以才会有一批在普林斯顿的教授 他们要离开普林斯顿 因为普林斯顿已经沦陷了 直接从德国回来的教授 把新派神学院带进来了 所以当时 Grand Mansion Mation 带着一批教授 就离开了普林斯顿神学院 在1919年去到飞城 就建立了 Westminster Seminary 所以 为什么 20世纪 很多中国教会有名的传道人 他们会读Westminster 因为 解释 让他们非常放心的 不会像宋上节 进了Union Seminary 他说鬼学院 信仰都读丢了 是 让人能够有信心 知道这个神学所教导的 绝对是 纯正的信仰 是反对新派神学的 所以从最早期 赵宗辉 赵天恩 还有好几位 一下忘了 包括现在 陈若如 他原来是基督神学院的院长 就是有一系列 我们中国教会的领袖 都是在Westminster毕业 就是这个背景 就是在信仰上 他安心 我读说 读到信仰派的神学院 看不同的角度 达尔斯是后来建立的 也是属于复兴派的 所以包括 Golden Carmel Fuller 这四个算是在美国有名的 Golden Carmel 在Boston Fuller在南加州 然后在Oregon 有个叫Western Seminary 西方神学院 这几个都是在美国 算是蛮有名的神学院 都是算是复兴派的 但是唯一可惜 Fuller在过去这几十年 也开始慢慢 有些新派的教授进去了 然后他们的 神学院的信仰告白 也开始改了 原来他们信仰告白说 上去圣经 是 相信全部圣经 都是神无误 没有错误的话 Earant Word of God 他们后来就把 Earant这个字呢 化掉了 他们相信 整本圣经 都是神的话 无误 圣经无误的 这个事情 他们放弃了 所以的确 他们里面有很多 新派的教授 甚至我看了他们 新派的教授 写了一篇文章 说以复所书 不是保罗写的 是人冒保罗的名写的 举了一些 是是而非的证据 那很可怕的 那么 在这个二十世纪初的 这一套书 Fundamental 提出几个重要的 纪要真理 一定不能 就是说妥协的 第一 圣经无误 Inherency R-A-N-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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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上行耶稣十字架救赎罪带死 substitutional atonement 不是只是一个爱的榜样跟见证 第四 耶稣复活升天跟再来 第五 耶稣的神迹的真实性跟历史性 耶稣真的行的神迹 而不是像很多新派的 他们就解释 五饼二鱼根本不是神迹 只是因为这个孩童的爱心 感动了其他的人 也把他口袋的五饼二鱼拿出来 所以当然就够了 他们用人的方法来解释神迹 所以我就先顺便挑到后面 就说我们的解经 假如跟这个历代的信条有冲突的话 就可能表示你的解经弄错了 所以要去反省了 所以这个道统还是很重要的 要了解解这些的圣经跟道统 但是很可惜今天一般的教会不会讲西米斯信条 没听错的 这个要背的 这些感谢中国很多的家庭聚会 一定会背十多圣经 对 所以聚会说没有背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产生问题的 对 背的 一定背 聚会的时候一定背这个十多圣经 你们从中国来拿个 你们都有背这个吧 都有背 感谢主 感谢主 很好 也是达了很好的基础的 对 这个就可以防止了不少的异端进来 好 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 我们要按正义 就是按着下面所讲的 另外要解开发出亮光 也是我们传道人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一种犯了诗篇 19 130 好 请帮我们读 19 你的言语 知道吗 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通道 我们真的需要 看到一些经文 把里面的亮光 觉得很宝贵的 不是只是一般性的 这个亮光是针对我们的需要的 有时代的需要的 有生命的需要的 举个例子 我们只看约翰福音十四章 约翰福音十四章 我们先看十二节 好 一同来读十二节 对不起 对我们先读十二节 十四章十二节 然后再读后面十六节 一同来 有没有看到这些圣经重要的亮光 第一 主所做的事 教训 登山宝训 各样的真理 主导文的真理 等等 你发现耶稣也做一件什么重要的事 除了医病赶鬼 也什么 在旷野 五千人没有吃的时候 耶稿有没有顾念他们的身体 所以教会对这个词汇的事情 能够看到人 能够看到人身体的需要 我们也要做 但今天福音派的教会呢 这三大层面呢 只做传福音 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 福音派教会只传福音 不讲社会的需要 小夏 这是你最有兴趣的 社会的需要 对不对 社会这个公义公平 祭贫 慈慧的事 是今天福音派教会完全忘记的 我们有做耶稣所做的事吗 那医病赶鬼就更少看到了 在教会聚会里面 假如一个聚会结束 牧师同工 不能够为一些 有需要生病的人祷告 没有做耶稣所做的事 最好也有午餐预备 给他们吃吧 耶稣说 根本都说给他们吃吧 你懂吗 所以我幕会的原则 一定要崇拜之后要有午餐 不只单单树林上的供应 也是真的身体上的一个供应 同时一起聚餐 才是像一个家 大家才有团契 对不对 但是更重要的 我在第四家 幕会的时候 讲完道 我一定说 身体就软弱地 坐到前排 等一下 牧师跟长老会一起 为你们祷告 我就一个 带着长老 一个一个给他们 按住祷告 感谢神 每个礼拜 都会有些神迹奇事 有些老姐妹说 哎呀 王牧师感谢主 你上礼拜为我祷告 我腰不痛了 哈利路亚 哎呀 胃不痛了 哎呀 头不痛了 神迹奇事 见证所存的到 耶稣所做的事 我们怎么 也要做 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亮光 不是只是抓了一点 而且 耶稣说 因为 读在这个因为 重要的亮光 我往父南里去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耶稣往父南里去 是要说什么 求父 拆派什么 圣灵 圣灵 如果高谋耶稣 同样的 圣灵也高谋我们 我们有圣灵的能力 所以耶稣说 你们要等候 我要上去求父 求好了 圣灵就降临了 哈利路亚 所以 我们要把这些亮光 不是只是表面的读了 把它读出来 甚至十四章 十六节 一个重要的亮光 一种来 我要 求父 或者另外 是给你们一位保护医师 叫他怎么 永远与你同在 你看我们 还在那边辩论 究竟 是否得救会失落 耶稣讲得那么清楚 圣灵会怎么 永远与你同在 不是因为你犯了罪 稍微跌倒 圣灵就 跟你说 三要拉了 再见 No 应许永远 与我们同在 只是不同的是 圣灵会不会充满 圣灵会不会浇灌 圣灵会不会高磨 会用力 圣灵永远 与我们同在 耶稣的话 应许能那么真实 我们还在那边辩论 你对不起犯罪 你就不得救了 圣灵就收回了 这是圣灵讲的 耶稣亲口应许我们 所以好像 其实阿弥念神学 他们就读不到 这些经文 甚至约翰灵 第十章 耶稣讲得那么清楚 没有人能够从 父跟我的手中 把他们什么 夺去的 看得太清楚了 再读下去 十四章很多亮光 二十九节 一种来 十四章二十九节 对不起 对不起 是应该是前面一节 这个 二十七节 一种来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让我的平安 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假如你把这个二十七节 跟圣灵的名字 十六节 关联在一起 你就明白 为什么圣灵 叫做安慰者 comfort 我们和本圣经 翻的保惠师 又是翻的不好 其实原来的意思 就是安慰我们的哪一回 然后从下面 你就看到 圣灵主要做的工作 是关心我们里面的 那个忧虑惧怕 担心 圣灵主要的工作 是要在我们里面 做什么 安慰的工作 私下平安 做内在的医治 跟安慰 其实我们今天 中国教会所忽略的 我们看圣灵之事 追求那个外在的 恩赐跟能力 但是你没有办法 先经历圣灵的医治 成为一个心灵 健康的人 常常 你没有很多的自卑感 别人讲一句话 你就受伤了 你没有安全感 所以就要抓 权柄不放出去 所以你发现 很多的问题 常常是我们 传道人的心灵 没有健康 里面很多的惧怕 很多的不安 很多的自卑 很多的不安全感 但是其实圣灵 首要的工作 是要做什么 真的我们里面 需要得到安慰意志 这个就是 我们过去读经 常常没有读到 这个重要的 这个重点跟亮光 从圣灵的名字 我们都忽略了 所以圣灵的名字 不叫做能力者 powerful one 不是我 圣灵的名字 是叫做什么 parakletos 翻成中文是 comforter 比你盖了张 comforter 还要温暖 英文那个背 叫comforter 但是圣灵所做的 比这个还要宝贵 是里面带来一个 心灵的一个安慰 一个更新 一个医治 让我们每一个传道人 基督徒 都成为心灵健康的人 都是非常开朗的 非常活泼的 非常有自信的 非常开朗的 不容易受伤的 这个才是神要我们得到的 真的是喜乐平安 不要让人觉得 我们传道人都是 忧虑重担 都是很严肃的 不屈言笑的 找一个牧师能够常常 他能够欢笑 能够跟弟兄姊妹 一种吃喝玩乐 多好 对不对 这个就表示他健康 不是活在一个律法主义 怎么跟弟兄姊妹 去吃餐饭 就说是贪爱世界吗 难道耶稣 参加加南研习 也是有罪吗 是一个正常喜乐的人 与喜乐的人同乐 这个是要圣灵 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 好 我们现在马上要进到 我们需要好好 按字意解经 文法字意 我们看一下 刚早上给你们 补充那个讲义 我们只看这个 马太夫人第七章十三十四节 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 质意解经的一个原则 好 我们一同来读这个 七章十三十四节 找到这个纸头吗 早上给你们的 好 我们读左边的经文 一同来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沼座人也少 那很明显 从上下文 这段经文是针对谁说的 基督徒说的 但假如是针对基督徒 就麻烦了 明明不是说信的人 不知灭亡 已经得了永生了吗 不是明明说 这个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吗 怎么这里说 你要进窄门 否则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 会灭亡的原来 那究竟这个灭亡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这个永生还没有得到 还要努力 要走这个窄路 小路 才能够进入永生吗 才能够得到永生吗 所以我们就要看原文是什么意思的 所以你看看灭亡这个字 所以有机会 现在电脑是很方便的 不然可以看结本的concordance 这个原文智慧 在这个圣经原文智慧的中文未编 查考一下 这个字 灭亡这个字 你发现在马太福音26章第8节 跟马口福音14章第4节 看到吗 这个字是 阿普雷阿 看到这个字吗 它的号码是0684 看到吗 0684 其实 它结本未编有个好处 就是前面有个新约圣经 在这个灭亡的旁边 有这个号码的 我这里没打出来而已 这里就可以直接就放了个号码 就查了0684 所以有机会 我等一下把这本书拿上来 讲用来了 你还就看到这个字 哦 原来这个字 可以放在灭亡 也可以放在什么 万费 所以其实应该在这里 放万费 神把生命给我们 把恩赐给我们 假如我们不走这个 门徒的窄路 要走世界的路 为世界用 神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 就是什么 万费 而且你注意 引到永生 这个永生这个字 在何本 这个永字旁边有什么 点点点点 别是什么 原文没有的 你就查一下这个生这个字 这个生这个字 它的号码是 呃呃呃呃 若A 看到吗 所以有时候放着生命 有时候放着 生 就是若A这个字 是指的 一个活活的生命 这个字 这个字跟约翰封 第十章 第十节 得生命 那个生命是同一个字 所以 你要得着丰盛的生命 你要进窄门 走小路 否则的话 神给你的这个新生命 就像一千两的银子一样 埋在地里 汪费 所以 这个不是讲到 要追求 进窄门 才不灭亡 才能够得永生 不是讲到永生灭亡的问题 是讲到 得生命得得更丰盛 讲到不要 汪费神给你生命恩典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 要从原文 去查考 包括 不要论断 原文是什么意思啊 不要审判定罪弃绝 而不是说 不要 讲这个对错 今天 很可怜中的教会 当你一讲教会的对错 马上的反应说 不要论断 所以教会就挫着 继续挫下去 因为大家都不敢讲 一讲对错就说论断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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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讲真理 但是 不是带这个审判定罪弃绝的 当对方犯错了 我就不理他 弃绝他 攻击他 谩骂他 不是这种态度 这叫审判 judge 原文是judge crino 包括当我们读挽回记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 什么叫挽回记 常常我们觉得挽回 就是挽回我们这些得罪人 所以这个叫挽回记 但是原文是什么意思呢 原文是propetiation 是平静神的愤怒 那最有意思呢 这个挽回记这个字的原文呢 在旧约呢 有用这个字 你知道这个字是什么 出埃及记二十五章 所以我们真的要读原文 西伯来文 西伯来文 一定要读啊 二十五章 十六 更是七节 一种呢 比如说我要试给你的法板 放在柜里 要用精进座 施恩座 好 这个施恩座 原文就是propetiation 就是这个挽回记 所以 法板是神的愤怒审判的彰显 律法 但是因为有这个施恩座 就挽回了神对罪人愤怒的审判 叫做挽回记 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把神的愤怒挽回了 耶稣的死 耶稣这个赎罪记 就是挽回谁啊 不是你 是挽回神的愤怒 更是他 是挽回神的愤怒 对 平静了神的愤怒 跟审判 所以假如你不了解原文的话 就会 就完全 就是 不知道真正的重点 是在神的身上 包括下面讲到 凡从圣的 做不犯罪 我们就刚才已经讲过了 是continuous 这个不犯罪是 不继续的犯罪 好 第三 我们要注重上下文的解经 那我们上两堂课已经讲过了 雅各苏第1章24节 人称义 是因着行为 不但因着信 记得雅各苏第1章的上下文了吗 雅各苏关心的是真假信心的问题 怎么证明你的信心是真的呢 你真的信 真的称义 是要用行为 来证明 所以雅各所讲的 称义是因着信 是讲的称义的 什么 证明 不是讲的称义的原则 称义的原则 是在罗马书 因着信 因信称义 但是证明你的信心是真的 证明你真的称义得救 要用行为 所以这个要从上下文 否则你就解错了 要看看 雅各的重点 是要强调 我们需要有真的信心 真的称义 你说你真的得救吗 你的行为在哪里 没有行为的信 是实的 是假的 第二 耶稣论祷告的问题 我们看 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六章的 第六第七节 好 一段来 你祷告的时候 内屋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察看 必然报道 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的话 他们有话多 有必蒙水 你知道吗 印着这两节圣经 很多人就反对 崇拜的时候 有公开的祷告 也印着这两句话 很多人说 在祷告会的时候 为什么一直要 行切重复的祷告呢 耶稣不是说 不可以用重复的话吗 怎么 要行切祷告 不住祷告 不断地祷告 所以 解两句话 你一定要从上下文 来了解耶稣的意思 为什么耶稣想解两句话 是针对那些假冒为山的人 要用 祷告 来高举自己 所以公开站在路口去祷告 怕别人没看见 怕觉得 你不够金钱 所以说 故意用很多重复的话 把祷告弄得很长 故意很长 要得人的称赞 我这种真会祷告 从创世纪祷告的启示录 太棒了 耶稣是针对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我们 就不需要横切祷告 耶稣常常说 不要停止祷告 不要灰心 要为一个事情 不住不住地祷告 所以 要了解耶稣 这两句话 从上下文 来去理解 否则 就产生很多 错误的一些做法 包括我们上两堂课 也讲了 希伯来书第十章 讲到 得知真道 故意犯罪 赎罪计没有了 究竟这个赎罪计 从上下文 从原文 是指到什么赎罪计 不是耶稣的赎罪计 刚刚相反 是圣殿那个犹太人的赎罪计 已经没有了 都停止了 你们得知福音 救赎的真道 还故意去献祭犯罪 其实赎罪计早就停止了 这个要从上下文 整个希伯来书的背景 去了解的 而不是你一读到赎罪计 就是耶稣的赎罪计 我一犯罪 耶稣的赎罪计就没有了 我就不得救了 只有等候列佛的审判 所以这些 要了解整个的上下文 包括光临多前书十四章 第三节 我曾经跟一个牧师辩论得很厉害了 因为第三节讲到先知 我们中文圣经是放在先知讲道 他原文很懂 他说原文是prophesizing 先知说话 他说先知说话是指到讲预言的东西 但是上下文讲得很清楚 照就安慰全面 看到吗 是指到先知的讲道 所以我们和本节里翻是翻对的 但是他说应该发的先知讲预言 我说no no no 不对的 好 number four 历史的背景 我也曾经举个例子了 上蒙头的确有历史的背景 是当时不蒙头的 是一些不正派的女人 或者妓女的行为 所以在当时这种历史背景 保罗鼓励丁子们要蒙头 但是基本上在别的文化没有这种想法 反正你蒙头觉得你怪怪的 但是保罗也提到 我们需要有 姐妹需要有那个头盖 head cover 长头发 这个长头发就是一个扶全面的旗号 就是头盖 包括 我们要了解 这个 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十九章 第五节 摩西为什么准许人离婚呢 也是当时这些文士法律塞人 挑战这个婚姻的事情 明明摩西准许人修书离婚 那为什么耶稣说不可以离婚 except adultery 时代背景是什么 耶稣解释了 是因为什么 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心刚硬 离婚了不写修书 这个被修的妇人 不能够独立地在家 没有依靠 要想想当时的那个时代 妇人只有靠家庭丈夫来生活 不写修书 她不能重新地有新的家庭 所以是为了这个缘故 摩西准他们修妻 而且要写修书 有那个当时的就业的时代背景 而不是说 可以离婚 我们一段来看 十多经书第七章十六节 这也是一个犹太人的文化背景 第七章十六节 好 一段来读 又被带到世界 章于亚伯拉罕在世界 用银子从哈末子孙买来的坟里 亚伯拉罕买了 韩式创世纪三十三加十九节 是雅各买了 创世纪讲是雅各买 这怎么搞那个亚伯拉罕买 不是有矛盾了吗 圣经不是有错了吗 其实有没有错 你要了解史提法讲是亚伯拉罕买 是他们犹太人 尊重先祖 把荣耀归给先祖 归给亚伯拉罕的一种的 禁主的说法 实际上是雅各买 但是却归荣耀给亚伯拉罕 所以解释他们的一个 禁主的传统的一个做法 因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先祖 是他们的信心之福 所以你不能因为 雅各跟亚伯拉罕 就说哦 圣经有错 是因为有他们的一个文化 尊主线的传统的一个说法 第五 已经解经 比较简单了 上次也提到了 像这个天梯 为什么可以解释成 耶稣基督的救赎呢 就是因为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 你要看到 实际要从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 所以耶稣就是这条通天的天梯 借着他 借着他的十字架 可以把这个人间跟天 就是可以天人合一了 所以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 回去看一下 包括这个举蛇 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 明书记的二十一章 你要用约翰福音第三章来解释 就知道举同蛇是预表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 被举起来 好 我们时间差不多 所以下礼拜呢 我们就 时间会很准确 希望把这个预言 预表 还有非字面表达法 几个重点 说一说 所以下礼拜的课最重要 然后还用大概几分钟 把考试的范围 跟大家go over 好 所以我们就 用点时间一起来祷告 他们amba 好也好 还是给予他们下秋算 看 都很丝 好事 好事 这次会来